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感染个案不断攀升 目前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 掌握的资料不多 也没有任何特效的药物 各方面都尽力 希望可以早入找出治疗的方法 原来我们就有中医专家团队 亲自去到武汉诊治病人 发现无论重症或轻症 病人的舌头都是呈现口里腐胎 又濕又足 这个发现对治疗上有不少的启发 究竟新型肺炎中医有什么药物可以对付 古代原来暗藏对付新型肺炎的药物 保肺又有什么新食材呢 这次新型肺炎的源头 直指武汉海鲜市场 不过也有怀疑早在市场大爆发之前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12月 或者之前静悄悄地开始传播 有内地和香港的中医 就根据以往出现疫症的规律 指出今次新型肺炎爆发 与当地气候反常都有关系 这次发病是在去年的冬至12月22日 左右开始发病 当时是一个冬季 所以我们说这个瘟疫是属于寒邪 而濕就是说 其实武汉一直以来 它的天气都是属于比较濕的地方 而今年就是刚刚过去到今年为止 其实它应该下雪 但它是没有下雪 取而代之它是绵绵春雨 是下了十几二十天 应该下雪的时候它没有下雪 而下了雨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会很容易引起一种疫症的发生 其实古代医书也记载过 不少治疗瘟疫的药方 而这些药方极具参考价值 小董医师就在一本清朝时候编写的 《选绿艳芳新篇》得到啟发 新的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 它是在风寒的时候发生的瘟疫 而鼠湿也会袭击它 头痛、口渴 口渴就是现在冠状病毒引起一些肝咳 新热等于现在我们的发烧 眼脏或是筋骨痛 就是说我们的周身骨痛和无力 还有有些人会出现一些 好像作呕或吃不下东西 吃肉不振 怕冰 所以古书里面 它写的这个瘟疫的症状 其实真的很像我们这次瘟疫 所以我沿用了它的药里面的一些药材 再根据香港现在我们的天气 我再写过一个新的药出来 这种药材的药材 是根据书里面的一条名为 菩提救苦丸的药方 再加入其他药材 例如野生黄旗和西藏灵芝等等 用五碗水浸以上的药材30分钟 煮45分钟就可以了 这种药材最精髓的药材 叫做埃帕 它其实是在中国大概三亿年前的植物 是 它在很久以前已经被人类 已经定了一种很强的抗病毒的功效 这杯凉茶很珍贵 我马上试喝才要 好 喝下去是甘甘的 有点甜甜的 很凉的 很舒服吗 这个很舒服 因为当中有一个 我们看到一个黄金的落汗果 其实这个汤芳是比较温和的 其实小孩从四、五岁 一直到大人 到八十岁都可以喝 新型肺炎主要病发的部位是肺部 所以要加强补肺 偶像这个汤水先用鸡 熬一小时 然后再加入13种补肺药材煲成 今年发掘出来的补肺食物越来越多 这个汤就用了这个小椰子 这种小椰子是非洲的 很有趣,我没见过这么小的椰子 对,有人煮的时候 然后要用锤子打开它 它里面有的椰子肉出来是很香的 对,这些都是保肺的东西 什么都可以喝的,都是很温和的 这个挺好喝的 它的鸡味很濃 而且喝一下慢慢有些芯芯 这个挺好 要预防病毒入侵 除了要注意个人卫生之外 你在这么空旷的地方 吸收新鲜的空气 这些病也少了 听闻自然间有一种食物 可以用来增强抵抗力 立刻去看看什么 荣哥,这里是不是真的有宝物 对,就是这些 这些是杂草 当然不是,在田里面 在挖出来,你看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青肝润肺的,好东西 润肺,即是能增强肺部健康 正好现在这个时候 究竟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立刻开估吧 这个是竹糊 通常我们这段时间 冬天、冬天、冬天的时间 就是采收时间 成熟的时候 叶子开始有些枯的状况 所以现在看到它有些枯的 就是成熟采收的时间 竹糊,有名竹薯或细米薯 它既非竹笋,亦非芋头 而潮州人就视它为康门口的法宝 竹糊是潮州人的食品 以前小时候 父母在家也经常种 而且经常煮给我们吃 所以到我十年前 自己开农场的时候 我自己也要拿这个种来种 潮州人通常都喜欢 拿它来煲水、煲汤 有一些清肝润肺的功效 或者磨粉、做一些甜品 作为家居的一些保健饮品 通常有十只八只 如果种得好,都差不多有大半斤 这些就是竹糊 我们拆了出来一块块 就可以稍微封干,放很久也行 在香港是不是很少有的 是,在香港其实不多人种 因为好像姜,要种一年 我们春天的时候种 到差不多冬天 春天这段时间才采收 它收成不太多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都比较少种 但是潮州人就懂得用它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很多人买 将竹糊清洗干净 去衣、切片 之后就可以用来煲汤了 加上竹蔗和甘筍一起煲 保健效果会更加好 很香的竹蔗味 对,喝一下 清清的 让我试一下竹糊 很爽 而且里面有很多纤维 对,对腸壮的鱼动也很有作用 如果要出味,通常要半个小时以上 煲一个小时就更好 而且切片会更容易出味 现在我们喜欢用来煲蔗水 对,有竹蔗和甘筍、甘筍叶一起煲 清热、润肺的功效 就特别好 我觉得我的肺很润